联赛的自己的一个荣誉 先看一下把格温这个点直接给按掉 九头方是直接搬了九头 那现在班位依旧是要看一下两边 到底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战术 要开始什么的英雄出来吧 是 卡尔玛 但是说实话就是格温这个点 当前的一个优先级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 这个应该是知道对方 你想挥巴是打野核的吧 就是把这种野核比较强烈点 去进行一个封锁也是OK的 来看一下第三手啊 现在比较合适的 像杰克斯 然后杰斯搬掉之后 杰 如西安 青康颖 都是在第三手可以去做针对的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 搬了一个螳螂 就相当于莉莉亚 剑魔 这些OP的点都放出来了 两边是什么 莉莉亚跟剑魔应该是一边一个 OMG是果断地先锁下了剑魔 看一下T1的选择 T1自己在红色放嘛 对面拿一个他自己可以拿两个 看一下莉莉亚 另外一个要拿什么 就是现在边路剩的还能够包极格斯 这个打野是一个比较强力的法盒 然后再补上了一个极格斯 那整体其实队伍是比较缺乏AD伤害的 OMG就可以在接下来的BP上面去 针对他们的这个前两手的特性 把一些像瑞文啊这种上单 能打得高AD伤害的 对 可能会进行一个限制 来看一下OMG第二手辅助要不要先出一下 球筒已经被搬掉的情况下 然后拉克斯也是可以考虑 因为对方拿了极格斯 如果不去选择法盒 T1的后两手的班位一定会去做一个针对的 是的 但是可以看到啊 这阿卡丽先有一个摇摆属性 那这个维鲁斯这个点 其实我刚才想说 对于OMG和TE 维鲁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主要是说啊 第一他是补一点AD伤害 第二是他这个资源团当中 一个锁链的一个控制效果 最近的比赛当中看到效果都很不错 而且维鲁斯其实是比较克制莉莉亚的 因为莉莉亚的进场很容易 如果被维鲁斯开到 莉莉亚的这个英雄身板不够肉 有可能一套打完这波团战 打野就得先撤或者说是 甚至来说可能会被一套伤害灌死 而且在有阿卡丽来弥补团队 AP伤害的情况下 即使是不拿拉克斯 拿一个维鲁斯 打团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而且有一个poke嘛 对 看一下TE这边青钢引先拿出来 这样的话青钢引大概率就是走上路 然后我们维鲁亚去打野 没什么问题 是的 那看一下TE的搬人 也不难猜出他们的思路啊 搬掉泰坦 然后给自己去留下一个落 或者留下一个加利奥 因为他们是下面是先选的 但反过来OMG可以玩什么 鱼死网破 是吧 就好辅助我全给你搬完 咱们都拿这种二线辅助 也是不是不可以啊 加利奥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按一手的 因为对TE来说 这个加利奥这个点 加上青钢引 加上杰格斯 我们的一个老套路了 为所欲为的一个体系 是的 直接按 那两边都在针对辅助这个位置 看一下 现在洛就成了最抢手的一个英雄了 如果说这一轮两边都没有搬的话 我相信TE会考虑一下洛这个点 是 而且其实现在TE这个阵容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在于说 它缺一点前中期的伤害 前期的伤害 因为利奥 它是一个后期的法盒 对 在第一波资源团当中 靠谁打输出 我觉得是TE这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且TE的AD伤害 在这一局的池子里面来看 捷选出来打中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可以看到 TE按了一个锤石 锤石也被搬 这个可能自己家的阵容 像莉莉亚和吉克斯 确实是挺怕锤石这种强开的 但是其实还有洛呀 牛头啊 很多点在外面 这个洛应该要上班位了 因为不上班位的话 被TE拿到之后 OMG这边的阵容就不太好出了 看一下辅助 老牛 牛 曙光 可以先把杰锁下来 因为目前杰是一个最好的 又能走中路 并且又能弥补整个队伍 AD伤害不足的一个英雄 是的 其实现在看起来 TE这个阵容还是缺一点控制嘛 必须控制链 拉得满一点 就是有人配合 这个金刚颖的一个进场 牛或者说曙光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 还有布隆 OMG其实 他们这个阵容 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布隆 布隆 对于这个莉莉亚的一个限制 也是有的 而且反手的能力 会比较强劲一些 而且其实刚刚才想起来 TE这个队伍啊 他们的这个辅助选手 Holic 他的布隆 玩的是特别特别好的 虽然是他自己的 最招牌的英雄之一 布隆加上维鲁斯 反倒是TE这边的一个招牌 但是被OMG这边拿了 对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选择 老牛布隆 我觉得布隆会比较合适 因为布隆 毕竟他有一个被动 就是他的被动 双动之咬 在打团的时候 还是非常强势的 而且布隆的大招 和顶盾 也是能够限制到 莉莉亚和杰格斯的一些输出 是 最后的话 剩了一个牛 牛和曙光就选一个嘛 选牛的话 可能就是整体容作率 会更高更厚一点 对 但是曙光 其实怎么说呢 开团更直接一些 比较被布隆克制 而且 但是曙光选下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曙光对维鲁斯的威胁 特别大 维鲁斯没有位移 曙光可以用大招直接开他 对 这样的话 第一场比赛 双方阵容已经选择完毕 TE这边比较招牌的一个 这个维鲁斯加上布隆 反倒是被我们OMG这边提前选到了 对的 可能说OMG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对方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可以看到第一场比赛 就是剑魔加上莉莉亚 两个野合之间的一个对决 是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OMG的这个分人 我大 就是我开始一直以为 二马可能会操刀这个阿卡丽 就是他本身也是队伍里面的 就属于一种操作大手的嘛 阿卡丽的上限比较高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剑魔这一场打野 然后让猴子在中路去对上截 二马操刀猴子 然后Closer来玩阿卡丽 在上路跟青钢影battle Closer其实他自己的这个阿卡丽 在比赛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了 他作为一个防守边 而且其实说实话 上路有一个青钢影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拿武器剑击 这样的点拿一个阿卡丽 去跟青钢影拉扯 也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 对的 那也是我们等待一下比赛的开始 两边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也是胜者组啊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剩下集赛胜者组的比赛 打野剑魔 胜者组的第一场比赛 双方的第一小局 看看双方今天的手感到底怎么样 而且又是非常精彩的 一个野合的对决 对的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两支队伍所带到的一个主要符文啊 这场阿卡丽是选择了增加自己最强势的一个玩法 就是带的征服者 反倒是离骚的青钢影 是选择到了一个对线比较强的迅捷步伐 然后猴子这场也没有带不灭之卧 而是带到的是一个 这个 征服者 征服者猴 其实我觉得二马也是 能把叔叔的上前拉高一些 来看一下OMG 这波的主动换路啊 入侵野区加换路 这个可能也就是布隆选出来的一个 更加不错的优势了 是 感觉OMG还是经验更加的丰富一点 对 这个开局 对 让T有点没有想到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对于莉莉亚这个英雄来讲 大概率她会拦开 那刚才我们可以注意的 就是看到了自家的红区被入侵的时候 莉莉亚也是选择来到了这个 对方的红区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莉莉亚刷自己家的拦区 那如果剑魔把上去刷完之后 回到自己家红区 那她是不是升不到五级了啊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对于徽霸来说 临阵就是你对方的一个换线 我灵活的跟你去玩一个辩阵 也不亏啊 就方方互相换一下 这个红buff的一个眼区嘛 但是从刷野路线以及打法上面来讲 我觉得莉莉亚是亏的 就首先 莉莉亚如果不拦开 她没有那个拦buff 她刷野的 就是拦量都是一个问题啊 得不到一个好的保障 这边直接要打起来 你看 这个虚弱 徽霸已经没拦了 这个时间剑魔后面剑魔拦 这里看一下Rose 杰也在前期没有什么伤害啊 跟猴子对做比较的话 那肯定是蓝色方的 这个中野2v2 在河道团要厉害很多 而且再加上其实 怎么说吧 就是她 徽霸已经比较仔细了 在河道的地方插了一个眼 对 在这个回去的路线 还是被发现了 是的 而且 这里为什么徽霸的F4没有打完 也是有一个原因 来先看 这波是二麻交了虚弱的 对 然后剑魔切过来 没有给到位置 徽霸闪现也没有能够走掉 再加上一个中路的线权问题吧 对 莉莉娅没蓝了 而且 人家剑魔是早早的就落位 到了你石头人 开始刷这个石头人的 但是莉莉娅是发现 你打我红区 她从蓝buff走到对面红buff的 所以说 她也浪费了很多刷野的时间嘛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中路的一个对线 二麻的压制力比较强 猴子有线权 本身你战士打结 就是战士这边 可能会更加好打一点 是的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对于这个开局 TE就小亏一点了 也不能说小亏吧 亏的比较多 我觉得就是说 整体来看 亏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对于莉莉娅 这个人的点来讲 就是她的一个 升五级的时间 以及她的一个经济 受到了相当多的影响 而且本身也说 她是一个后期的法盒嘛 看一下她这个中后期 要怎么去补 这个经济和经验吧 对 我们看到 应言压制非常强啊 知道你没闪现 这边再过来一个 恶后树链 拉回来 维鲁斯超远角力给大招 因为这个时候 莉莉娅 她只可能去上半区找这个 再次刷新的石头上和F4 所以应言也是拿完篮之后 马不停地赶过来 将反野进行到底 这个真的是 对于徽巴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对 但是位置又被压了一下 尤瑞刚好有五级啊 维鲁斯有五级 莉莉娅没闪 那肯定这个腐败 昨天你也躲不过去了 这只能说是 还是OMG这边 确实看起来 经验更加的丰富一些 再看了一下小弟 这个地图上面 就是应言打那个F4的时候 只留了一个小鸟 杀人诛心啊 这个是 就现在徽巴升不了级啊 现在只刚刚刚刚升五级 但是剑魔的等级 已经到了六级了 来看这波杰的强杀 差一点伤害 布龙及时赶到 虽然里俩开打招 睡到了猴子 就没有机会再打多的输出了 二麻的话也是四血逃生 但是刚刚利亚就是有点 现在没有地方发育 蹭点现场经验 我觉得这是 已经是 就他已经没有太多选项了 被 可以说OMG的一波 完美入侵野区 来看一下这里 有没有成剑 哇 莉莉亚的成剑没有赚好 是一眼这边拿到了这个 这绝对的杀人诛心了 那现在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 就是到了五分钟的 关键资源团 挥巴是一定没有成装的 这就意味着 不管是龙还是先锋 你家打也没有一个 成型装备的情况下 主动权就在OMG手上 就我想打什么 我就打什么 你是打不过我的 在这个时间 这个真的很难受 而且在编路方面啊 可以看到这个 阿卡丽对于青钢影来说 还是closer这边 占据了更多的一个优势 是 而且要被吃塔皮了 这个情况来看 这怎么说 打到现在为止 你一直被禁红 那你红buff的刷新时间 包括它可以在你的红buff插眼 所以整体一个野区的 一个刷新时间 和刷新的一个路数 蓝色方是知道的 完全是知道的 所以蓝色方 再加上我能知道你 这个野区什么时候刷 你会来打 我也能打得过你 所以说不断地进行 对这个莉莉亚的针对 这也是莉莉亚 这个英雄最大的弊端 前期太弱 特别怕在野区被骚扰 那这样的话 马上就要五分钟 第一波资源团了 刚才鲍哥也说过了 对于TE这边来说 应该没有什么主动权了 是的 但是回吧 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还是做出了一个大面具的 3000块钱的装备 那正面的战斗力是有 但是建模可能会要 更强势一些 建模其实 做了幽梦 对 建模其实他团战当中 就是有一个黑切 就是效果非常好了 对 先做一个幽梦 是因为这局比较顺 整体要一个支援的速度 而且幽梦只适合 打野建模来出 来看一下上路这波对拼 猴子和杰之间的一个对抗 两个人是互换了大招 那么莉莉亚也是 知道对方是在下半区的 来去打一下这个 峡谷先锋 老牛也是及时来做一个保护 那这样的TE 至少在地图资源这一块 没有输 对吧 为了 这个为了反野 直接把先锋叫了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先锋防不住 肯定能撞出来 撞一头肯定是撞不掉的 是 这个塔 塔肯定拆不掉了 但是至少来讲 给灰巴能弥补不少的一个经济 这波要强越一下吗 杰直接是交影子回来 但是二马手上在塔下 再加上他自己手上是 有闪现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波越塔 也是没有继续进行 而且也杀不了 说实话 这两个人伤害 现在杀一个二马杀一个猴子是不太够的 对布隆过来保护 我现在开两个 这一波有机会 看一下丽莉亚有没有闪现 这波必须跟闪现 不然打不了 反手 也来了 但是一打三应该要谨慎一点 剑魔其实是来救人的 如果剑魔不靠过来的话 我估计二马这个血连应该会被遇 因为夜蓝瑶开出来之后 力量会强行过来去追技能的 而且其实刚才那小波团战 就得看出来 就是布隆这个点 打一个反手保护 确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的 现在炸弹人是默默无闻地在发育 其实作为红色方TE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输出位置 而且炸弹人跟莉莉亚 有一个比较强力的配合 睡炸 就莉莉亚开完大招之后 炸弹人那个大招 可以直接炸一个中心爆发伤害 是 而且这也是TE这个战队 他到他这个阵容 到最后期的一个强力爆发 强力爆发 对 现在虽然说落后了一些经济3000左右 但是如果这两个点能够一直稳步发育 其实到后期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 是的 因为从阵容上来讲 莉莉亚加上炸弹人这个阵容 在后期是不输给蓝色方的 只不过现在 目前在前期的经济上面 的确是落后了不少 而且还有一个青钢影这样的强开在 有四包一的一个想法 但是发现这个老牛来了 赶紧 对 红色方支援非常的及时 四个人都来到了下半区去支援 守这个下塔 就是现在 OMG这个阵容 打架虽然厉害 但是推塔能力却一般 也没有办法在不击杀人 没有减员的情况下去强行推掉对手的防御塔 所以目前的节奏就会适当的放缓下来 是 而且刚刚经过那一波 黎骚在上路 目补一下发育 虽然没有塔皮了 但是这个 没有镀层了 这个塔 差673 现在两边肯定都是想把医学塔的额外 150块钱拿到自己手上的 但是看样子 TE的机会更大一些 先锋撞过的中塔 以及先甘远拆过的上塔 都是不到1000的血量了 对 但是优蕊大概率就会要一直住在中路了 他也知道 作为一个打团的阵容 中路 一塔的一个重要性 是的 维鲁斯战中 但是这波Win是来到了上半区 想配合地点爆破 强行去拆一下防御塔 扔的有点早 但是这个防御塔还是被磨掉了不少的血 快进入到这个极格斯的斩杀线了 是 而且也是没什么机会 他怕被这个 我估计想等那边回家吧 嗯 好 到了 那直接拿到医学塔 现在通过不断的积累 目前来讲 TE的这个经济劣势 在被追回来了一些了 比起在前期被入也之后来说啊 中期的一个处理还是挺不错的 对 来看一下面板经济啊 一言现在是独立凹头啊 唯一一个上七天经济的一个位置 剑魔 而且灰八这个点 他因为拿了一个这个 先锋 吃到了肚层 正儿八经说是把经济追回来了不少 鼓了一些 对 看一下 说实话就是开局在五分钟之前啊 就是一个零杠 二杠零杖的一个莉莉雅 低波资源团打成这样 真的就低波资源团可以换成这个样子 对TE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刚才是杰抢到了剑魔的 一个河蟹啊 这个确实看一下剑魔可能是没有惩戒第一时间 而且说实话这一局我感觉双方还是以打团比较居多 在边路可能出不了太多的一个节奏 对的 因为对于TE来说只能靠青钢引这个点在边路 OMG的话 先看一下这一波 打架能力比较强 这里是布隆上来扛了一波伤害 其实整体上面来讲 两边的大节奏 在目前来看肯定是会基于这个先锋跟小龙去打的 因为两边的阵容都不是那种 就边路能够 回变月塔 对 老牛可以越塔 但是他们家其他的位置都是很太发育了 来看一下二先锋 两边会打成什么样子 青钢引是一个人站在左边的位置 要包一下 为了开大招去压血线 但是没有来得及啊 管不了了 想强开中塔 有机会的 有定点爆破 直接打掉 那这样的话 中路一个老牛能不能走 开了大招的老牛很肉 青钢引也切了过来 这波波龙被打了一个技能 猴子被打了个闪现 剑魔现在还想输出 但是队友的伤害也第一时间跟不上去 没有办法了 OMG这边血量太不健康了 其实为了守这个终于塔 已经被对面poke的很难受了 这波两边换了不少的技能 小龙又马上刷新 看一下两边的处理 老牛是没大招的 半血老牛 能不能走 好 一眼也是被打了一个闪现 这里看样子 布龙是要被点燃 烧死了 阿卡丽的挟阵打完 但是被黎萨直接盖掉了呀 对 不敢往上走 那先锋虽然是帮助OMG 把中塔拔掉了 但是目前有减圆的情况下 看一下这条小龙要怎么说 蓝色方的状态 适当的会来说会比红色方好一些 先站这个龙坑 要小心被问题的这个位置给poke掉 对 莉莉啊还要去把这个蓝buff刷一下 不然他没蓝 杰克斯哥大家放的不错 但是清刚已经被秒掉了 猴子的杀率非常高 配合维鲁斯 但是现在没有闪现的剑魔 想看这条小龙难度有那么 要接盘吗 那这样的话要直接接盘了呀 可能是要放了 因为没有太多的视野给到蓝色方 也不知道小龙的血量 在这个莉莉娅拿到了蓝buff之后啊 这波正面战场上 感觉OMG是接不住了 那变相的 我拿一个边路的防御他 那现在其实两边 仔细一看是比较接近的 对吧 双方的中塔跟边塔各掉一个 T完全是打回来了 可以说是打回来了 对 看一下刚才的这波回放吧 他第一时间的话 先杀掉一个离骚 到这步的操作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 Closer这个时候 他正面是 Closer也不在 他正面是减圆的 再加上优瑞 就是他被那个科学的地狱火炮 直接给砸到残血 是的 刚才的那波wind的大招 不得不说啊 维鲁斯和这个剑魔啊 都是被炸成残血 所以也是给到了 自驾队伍安全的 把这条火龙控下来的一个机会 这也说了 有莉莉娅和这个吉克斯在嘛 这个T这个阵容 到了最后去有说法 来 吉克斯大招清兵 那这波蓝特帮的推塔 可能会告一段落 老牛这里 哇 不得不说 Oholic大招捏得非常死 老牛还有大招在手上 莉莉娅打到了维鲁斯 这波老牛直接上来开人 两个开得还不错 是的 是两个 莉莉娅上来再打一套 剑魔扛不住了 然后拉扯 能不能收掉 有二段大招再加上一个闪现 那最终可能最难受的 哇 莉莉娅这里会把直接交闪现 有点帅 是的 直接转到两人 木龙这波也是难逃一截 打了个零花二 中路向单杀 结最后也是交了影子 赶紧走 直接逃生 但是徽巴这个位置又来了 还想要继续追吗 这波应该追不上 有一个河道的果子 这两波团战 说实话 徽巴这个莉莉娅在这个 发挥出来了 对 它的拉扯呀 包括整体的一个进场收割 都打得非常不错 是的 而且来看一下中路这里 要打一波 猴子是没有大招的 能留下莉莉娅吗 莉莉娅的一个被动铁的层 出来是比较高的 跑得飞快 赶紧走 是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经济双方基本是持平的 一个状态了 对的 而且对位经济也没有 特别大的这个 拉开多少多少差距啊 closer其实在人群 这个维鲁斯的血桥怎么不见了 对 维鲁斯真的是 这几波团战都是 还没有真正开始打 就被一些不明的AOE 直接给打掉了 对 主要还是因为 天忆这边的一个阵容吧 极格斯啊 杰啊 他有一定的poke数近在的 最主要的是莉莉娅 那么OMG也知道对方 对于蓝buff的依赖性有多高啊 这一波灵性的反蓝 也是会让莉莉娅和极格斯 这两个英雄非常伤 这两个英雄有蓝没蓝 真的是两个英雄吧 真的是两个英雄 来 下路要强开 看下什么 先开大招 甲猴出来 但是莉莎 没办法 有可能要力量睡 睡到了 是的 那猴子这一波是没法走了 但是队友都来了呀 而且阵型不太好 第一阵型比较分散 哎呦 维鲁斯大招空了 但是这一波 灰巴还是走不掉的 剑某这里压一下起身 后续波罗能不能留人 又在狭刃当中继续拉扯 对 可罗罗队还在输出 剑某这里 还要留 老牛有点危险 有没有个火树链 先去打后面 杰是已经开始切后排了 这一波T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都在追老牛那种 杰的影子 立马切过去 把维鲁斯给回手掏了一下 是的 直接打了一个一换四啊 这波团战 T完全打回来了呀 而且经济甚至实现了一个反超 来看这里 二马是吃到了青刚 加上莉亚的大招 也是吃了不少技能了 然后死掉以后 还有几个四大招 但是后续 我觉得维鲁斯的空大有点影响 上一波维鲁斯如果不空大 那可能OMG打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而且再加上处理 就是Aholic老牛这个点 处理的速度实在是太猛了 对的 开大招的老牛有点打不了 你看杰啊 杰这里留了一个影子 然后都在追老牛 直接过来 切后排 点燃 加上一个寒影 加上一个 加人鬼斩 然后在收架了这个维鲁斯的人头之后 队友也是进行了一个回马枪 是的 肉丝这波确实是嗅到了 这个影子的位置非常的灵性 本身其实 怎么说吧 他这个阵容 就OMG这个阵容啊 打前排的能力就不好 后排比较脆 又来了 没有开到维鲁斯啊 就是现在的维鲁斯 特别怕这个老牛强开 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开局 TE还能打到 经济领先这样的一个 这个结果 而且16分钟 对 而且目前来说啊 由于上路和下路 就是防御塔丢失的比较多 那青钢引的带线 给到OMG的压力 会更加的大一些啊 现在需要阿卡利站出来 还有猴子 猴子的伤害不够 阿卡利其实是承担了 队伍当中 比较核心的爆发点的 就是他现在是 真的是需要在打团的时候 站出来 看能不能切掉 吉格斯或者莉莉亚 这种醉皮英雄 不然正面团战 越往后拖 红色方的阵容越强势 是对啊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青钢引身上 他是有这个破剑者的 但是对于OMG这边来说 他很难出破剑 出不了不出 而且打破剑者 那条线的压力也很大 要动龙了 剑模式率先发难 丽颜这波还在打龙 好 亲身去规避了一下 炸弹人的大招 好 那这波劫是在强开阿卡丽 没打出什么好的效果 把焦路闪现继续追 对 那这里感觉Ross有点危险了 猴子这里在等对方的技能 第二段大招转起来 走不了了 只能一棒子带走 那这样一来 这个龙好像 T不是很好拿了 就只能先拉脱或直接放掉 而且中路的兵线是没有处理掉的 青钢引必须先去处理中路的兵线 对 那现在OMG也在等待 还想要抢吗 还想要抢吗 那这波后续要打起来 剑模式已经没状态了 布隆也很危险 猴子这波还能输出吗 利利亚上很高 二马这波可能要走不掉了 青钢引强开一手布隆 炸弹给一个大招 布隆最先躲掉了 但是还能追 对 在剑模可能还能操作一下 但是这波老牛顶起两个人之后 好像没法打了 对 弹跳炸弹直接收掉 吉克斯三杀 Holik这一波进场之后 的确是打出了非常关键的几手控制 而且刚刚注意到 就是因为前排顶得足够靠前 给的压力足够大 所以导致说Win的这个点 他的一个吉克斯后排不断地输出 不断地Poke 他这一局没有任何压力 没有人碰得到他 就可以了 确实是阿卡利切不到他的情况下 他很安逸我只能说 来看一下这里 结的大招很及时 在这个维鲁斯没有机身的情况下 优瑞肯定是想穿自支箭去 抢一下 对 尝试抢一下 但是现在打到这个节骨眼上 OMG虽然拿到了这条水龙 但是代价还是蛮惨重的 看一下这个水龙团的一个回放 可以看一下吉克斯这个位置 没有人管他 队友疯狂的往前冲 他在后面放技能就可以了 这里剑魔本身是想去直接压死对面的 刚刚说完这波是 是抓一下一眼 剑魔现在很危险 给了一标再炸一下 还是成功的配合上点燃击杀了这个剑魔 而且现在有这个大龙buff的兵线的压力 导致OMG之边 就怎么说本身带线又不强 也出不了破剑者 清兵线的能力又表住 很难防守 下单人摩塔太强了 这高地已经没了 脸包破炸掉 是的 维鲁斯反手大招解围 但是并起不到太好的效果 因为现在维鲁斯打得出来的伤害太低了 这样的话有一波的可能性了 对 要强行一波 阿卡丽直接再被施亿杀阵 直接抱住 围到泉水 但是基地已经被强行拆掉了 我们恭喜TE赢下了第一局 恭喜TE 这场比赛TE发挥的真的非常的不错 对 在非常劣势开局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是完全打了回来 可以说是 不管是选手的操作 包括整体团队的一个配合 对阵容的理解 都非常的在线 是的 OMG是做了一手换线 并且配合布隆的强势入侵 在野区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虽然反野在前期都很成功 几波团战没有处理好 比较可惜 好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TE 拿下了本场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他们 感觉TE作为咱们WRT的积分第一的战队 他们这一把也可以说是 充分的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实力 是的 我觉得在这种前期 尤其是徽巴扛了多大的压力 半个野区 大半个野区被刷霉的情况下 他还是把经济给慢慢的追赶上来 并且在最终 队伍拿到了胜利 真的不容易 对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发现 咱们徽巴前期一直在被针对 我其实心里也是跟着一起揪了一遍